主打多元創新將傳統江浙菜融入台菜 以及日食料理甚至還有稀釋風格 這是座落在台北市中正區的知名古籍餐廳 吸引不少偷客慕名而來 沒想到卻爆出食案問題 一大塊尖銳玻璃碎片居然藏在假肴中 有消費者21號中午與家人前往用餐 點了六菜一湯準備大塊多一 卻差點把它吞下肚 它不是碎玻璃 它是幾乎是長一公分寬0.8公分 厚度至少大概有0.2 0.3公分 它其實是確確實實的是一塊玻璃 這很可怕 怎麼會在一個大餐廳 這麼有規模的一個大餐廳裡面 菜菜裡面出現玻璃 想到家人差點吃下玻璃 簡直快嚇壞 而投訴人也控訴餐廳危機處理程序 讓他完全無法接受 單坐在那邊等 等了十來分鐘 我們覺得這等太久了 怎麼主管都不出來 我主動請服務員立刻請主管出來 他首先跟我們說聲抱歉 那他證實那是一塊玻璃 他們依舊照常出菜 你都不去查一下 你到底玻璃哪一個環節出現了 其實我們昨天也緊急跟他們道歉 我們也希望以回饋他說 當天我們就免當緊急召開找儲物人員 召開這樣的會議 那就擬定了這樣的懲署的名單 對他們事實上最誠摯的歉意 業者強調除了第一時間就對相關人員進行懲署 22號下午開始停業三天全面清查 也將在下個月聘請時間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教授前來教育訓練 協助指導改善食安問題 而台北市衛生局也回應 近期將前往稽查 不容許類似情況再度出現 近新聞 黃雲廷 張家瑜 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